哈囉 島崎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DrumP群星集結囉 那最近DrumP群星集結的話 基本上有一隻新角色 也就是我們這個看物中心 看人的這個UR角色現實登場 也就是我們的奇亞啦 然後聽說最近的話 因為剛剛看了就是他們官方的這個粉專啦 好像咒術迴戰也要出一隻新角了 應該有可能 滿多下面留言說是五條物的啦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是 這次是五條物喔 那這隻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我們這次雖然就是出了這個奇亞嘛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那麼快的直接就是 就是玩給大家看 因為他是沒有就是像我們之前一樣 就是可以去兌換他的這個角色直接體驗的喔 因為之前的這個元氣商店這邊啦 基本上他是有那個 有我們就是那個B是可以直接就是換一隻的喔 在那個哪裡啊 立城商店這邊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是這邊 之前的話一戶在這邊是可以直接玩的 但是現在好像不給你這個機會了喔 所以感覺就是一定要讓你就是抽到那隻角色才可以玩 這就是比較可惜的一個部分 但是你還是可以就是到我們這個角色的試玩區域那邊去 玩一下這隻角色的這種感覺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 那你們有沒有已經玩了奇亞的人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奇亞究竟厲不厲害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用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明星來抽的話應該是 還滿難抽的啦好不好 不然我們就來抽一發看看 反正我覺得這個 留著也是留著也不知道幹嘛 來走起 月曆 趕不敢給我一隻啊 趕不敢啦 應該是滿難的啦 應該是紫光而已喔 每次都長這樣子 那就差不多了喔 那就是沒東西 耶 好不好 我是真的不太知道這些東西能夠幹嘛 他就是 去我們商店可以換一些其他東西 這樣子概念 好那這次的話 又是槓箍緩解 那這個 一點都不意外啦 好不好 一點都不意外 那主要來說 最好拿角色的方法 還是在我們這邊的這個星耀名測 然後 有一些角色 基本上後面好像都還是會就是 納入這前面的這種感覺喔 好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雖然沒辦法就是 用奇亞打排位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就是先去那個 試玩區域來體驗一個奇亞的嘛 對 訓練這邊是可以就是 玩看奇亞的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技能詳細 生命低於50%的敵方目標 會被這個奇亞視為獵物 然後奇亞對其造成的傷害 會提高15% 然後奇亞處於這個神速狀態時 造成的這個 傷害附帶額外90法術傷害 怎麼感覺有點 狼人的感覺啦 然後一技能 暗部 這個奇亞改變手的這個構造 向前這個 方向衝刺 對路徑上的這個敵方目標 造成300加75%物理加成的這個物理傷害 設置攻擊 將無視於這個 被命中敵方目標的這個 120點的這個 物理防禦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溜溜球 奇亞讓子晶方恩揮舞這個溜溜球 對範圍內的敵人 屬於450加120%的這個物理加成物理傷害 並在1.5秒內降低其60%的這個移動速度 可以在那邊降低移動速度的唷 然後他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 設定是這個突襲角色 所以搞不好也是滿適合可以去打我們這個野 然後大家 通常都會用這些角色打哪一個位置 也可以在這邊的跟人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就是 究竟要打哪些位置 好像之前那個小潔的部分的話 大家也是跟我講說走中路不錯喔 我才知道原來是可以去走中路的 然後再來是他的這個 大招是不是 大招神速 齊亞進入持續10秒的神速狀態 提升120個自身的移速 然後對身邊的敵方目標造成200加80%的物理加成物理傷害 施放神速會獲得一層這個戰役 且神速命中1個敵方目標則額外獲得一層戰役 戰役之多疊加三層 然後非神速狀態下 齊亞每秒回復這個3電量 當電量處於最大的值可以開啟這個神速狀態 喔所以基本上他是需要累積他的這個能量的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啦 好那還要先選一隻其他的喔 那我們就來一個那個 齊亞大戰18號好了喔 18號很正耶 不過這樣看起來他額頭超高 原來那個18號的這個額頭 納米的高石吧 還蠻酷的 來來來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囉 格外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角色齊亞 大家好像說好像還蠻強的啦 先來玩玩看 看一下究竟逆不逆害喔 我們的齊亞 WELL GO 我覺得現在來說我好像也沒有特別去留那個票券 還是大家都會聊票券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留票券多一點然後再去抽 不要每一次就是看到一個10抽就直接抽對不對 感覺好像是要這樣子耶 不過這遊戲基本上你要角色的話好像蠻多都是要靠抽的啦 要不然就是要去買他的這個體驗券 但是這邊的話新角色出來他也不會給你就是 有這個體驗券 不是每一次都有啦 因為之前一戶是有的 我以為就是接下來每一個都有 蠻可惜的 然後他是這個 喔他是有點那個 順身衛移技的感覺 然後這個順身過去的一段期間應該是 不會受到這個傷害的感覺喔 對他是直接 順到周圍旁邊那個人的旁邊這樣子 喔呦 而且我們這邊的這個傷害 感覺也是挺個觀的唷 先來回點血 然後他是一隻近身攻擊的這個角色啦 他是用拳頭去打的 他不是用法術嗎 速過去 然後這個是踢擊 OK沒踢 這個不是溜溜球嗎 有沒有感覺那個溜溜球看起來像他踢腳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對 然後降低人家的移動速度這樣子 快出來18號讓我打一下 但我覺得整體控起來的感覺的話 我應該還是比較喜歡就是 最近的這個角色 新的這個角色部分的話 應該還比較喜歡18號吧 因為18號那個Q QAQA 他那溜溜球 完了完了完了 不行了不行了 而且我待會來看一下他位移是不是能夠就是 在其他可以這樣嗎 可以耶 他其實是可以就是拿來逃跑我幹嘛的 溜溜球 這樣緩速了 對他這個位移是可以拿來就是做一波閃子 我剛剛應該要往後閃的 因為我以為他是就是瞄準旁邊那個人的身體 然後順過去 看起來不是喔 怎麼都快就回滿血了 OMG很痛喔18號 18號一直讓我們在那個 再緩速 打一下 哇靠 我們被18號接死吧 果然這邊硬普通打的話 可能還是18號的這個 那個QAQA連技還是比較猛的 好猛喔18號 不過我們在溜溜球的時候 我們在溜的時候他是可以就是 往旁邊移動 就是他可以就是這樣 然後 有沒有看到他這可以移動的 就是他的這個施放的這個方法 是可以就是移動過去的 所以你可以就是這樣刷 你是有在移動的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是一隻能量角 他也是不需要耗博 這種不需要耗博的角色就是 可以打比較慢一點跟別耗 我靠這18號真的很痛欸 我的天 來了 順身 溜溜球 然後 喔 這是什麼 我靠好像是那個 把所有的那個招式都那個嗎 在重製嗎 欸 沒有 他是變招了欸 對啊 你按這個變身之後 你的那個招式是會改變的 變身之後招式就變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全身會那個 OK 然後他的這個溜溜球 你是可以就是 邊後退邊打 所以這個可以用一下 有沒有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那個欸 大家有玩過英雄聯盟 有一次那個剪刀腳 因為就是你可以這樣拉完之後 拉過去刷他 你知道就是你可以用你的邊邊去刷他 他的溜溜球感覺是這種的 就是有點類似那個剪刀腳 就是你扒出去然後你可以就是那個 就是讓他的這個邊邊去削他 你就不用一整個就是靠過去的 就是比如說這招是這樣 刷過去然後再刷回來 是這樣的概念 不過這個順身順太遠了啦 你扒腰 我這順身順太遠了 對啊你這個 他是可以這樣刷的 用邊邊刷 好像就卡密爾還是誰啊 反正就是一個角角 然後他可以就是 把別人困在一個一個中心點那種角色 蠻酷的 卡密拉還是卡密爾 這個腳腳的這個形態跟他是 87%相 那我就可以這樣 有沒有用這個邊邊去刷他 反正我這個也是 不需要耗 不需要耗磨的 你看有沒有這樣刷 你就用這個方法去poke他的感覺 不過我們這個什麼啊 我們這個順身真的要控好一點點 好恐怖喔 18號怎麼那麼 那麼恐怖啊 哇 但是我覺得奇亞這樣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決鬥路的角色囉 應該是 大家會讓他走哪一個路 也可以在這邊飛 哇沒有耶 完了 我的血量太少了 不該在那邊跟他亂搞 完全不會弄 但我來看一下再用一次變身看一下那個狀況 喔這18號 但是你看我們這邊直接閃過他的這個攻擊他完蛋了 再順過去啊 可是我們這個順真的是順很遠 對啊 順很遠 然後變身這邊的話呢看一下 飛神術狀態下會獲得三能量這樣 刷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招式都會變滿 喔 欸 等一下 我是變成閃電小子了是不是 欸我變身之後就是一直順順順順順耶 然後你充滿三個閃電的話 好像就可以順三次是不是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耶 哇 那確實蠻強的耶 感覺他應該也是蠻適合可以打個 打個游擊或是打個決鬥的喔 但是他變身完之後然後出去狂衝猛衝這樣子 然後前面就是這樣削 然後他整體就是一直順身 欸 喔靠 要掛了耶 哇 完了 血量世界批啪掃 然後我們累積完這個三能量之後我們才可以就是變成這個變身狀態 但是我覺得我們自己也是薄皮嫩雞啦好不好 對啊 也是個薄皮嫩雞 他應該也是一隻比較偏刺客系的 我還被18奧揍死啊 欸完了我那邊一直被這個電腦打爛耶 對啊一直被這個電腦打爛耶 可是我覺得奇異啊應該沒到就是這這樣子 只是我不會玩而已 我打出來直接幹啥 有沒有 變身之後我們就順順順 我應該是呢 因為他說如果我們沒有就是三個能量的話 他好像是會那個非神術專案下的話會恢復4點能量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消 消完之後順 回程之後開始各種閃電衝對不對 應該要這樣 各種閃電衝 變身時間也是維持蠻久的 但是我沒有把他衝死耶 這次感覺好像也是要去看一下就是自己要衝的對象 但我覺得算是應該是頂好玩的 閃電小子 反正我覺得到時候能夠用他爬排位的時候應該已經是蠻後面的 因為這隻要拿到的話我覺得現階段我應該是沒有辦法 刷一下 喔 護順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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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直接不行耶 我直接被電腦揍爛了各位 那如果你們會玩奇異的話也可以跟哲人分享一下 就是奇異這個 鐮刀究竟要怎麼連喔 我覺得這隻 這真的還蠻酷勸的 但是感覺應該也沒有那麼的簡單去打 反正我現在看起來就是我們沒有在這個大招的形態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把這些招式都先弄掉 然後位移應該是不能拿來打人的 位移應該就是拿來就是清兵或幹嘛的 然後或是做一波追擊或是逃跑 因為我們這邊感覺這樣是不太行的 18號 這個時候可以順過去然後打他 然後刷了他刷了他 很恐怖捏 他也是 猜拳就要把我給打死耶 哇哩咧 我先抓一下他這個接著幾 本來應該是先用這個 腳腳慢慢先去 鏟他血 這個先刷他 然後等他招式開完之後 他招式不會連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招式不會連好了 就是我可不可以用這個 剪刀找他加位移 然後讓我們這個剪掉腳踢更遠 如果可以的話應該蠻酷的 剪刀腳腳 這個不是啊 這18號一直躲在裡面啊 我這樣要是要怎麼打到他啊 太犯規了吧 我看一下喔 可以這樣嗎 不行 他會分開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各種閃電亂衝 但我覺得我們的招式啊 要開隊啊 我們招式都沒有開隊然後 但是各種這種就是位移閃電 但我覺得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招式應該要一直 有點像那誰啊 閃電俠是不是 他其實支援速度蠻快 所以他應該是打 應該是打遊擊居多我覺得 那其他你們會讓他打什麼位置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好不好 我覺得這隻的話也是頂有趣的 而且蠻強的 瞬身閃 然後這樣子 完了還在那邊踢死了 喔很難餒 很難控很難控 然後我們要先把這個 能量拉高 我們才可以變成 刷刷刷 有啦 有啦閃電俠嘛是不是 閃電俠 好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奇亞的環節啦 那你們覺得這角色 厲不厲害呢 你們會不會抽呢 或是你們之後把 之後他拿到之後 會不會拿到去打排位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你們會打什麼位置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游擊啦 因為他其實這個位移的速度 真的是快到一個不行 對阿 四元速度是真的快到一個不行 然後 再來就是那個招式的這些使用啦 只是我真的還沒有摸得很透徹 所以 到時候真的會玩之後再說 有點 複雜了唷 這隻角色 OK 邊邊消 邊消邊邊消然後 再消一次 他順身 然後 開 順來了 這樣子喔 我就變成超級閃電人了 呦呼 大家看 我們這個位移速度超快的 光狂直接支援 有沒有 感覺就是這樣存在的喔 那我們今天玩的就是我們的奇亞啦 咒迪克家族 如果出了奇亞爺爺的話 我應該會更開心啦 因為你不覺得奇亞爺爺其實就跟 邦谷爺爺爺蠻像的嘛 所以這種老頭我就是最喜歡的囉 好那你們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對奇亞的看法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這邊囉 大家 掰掰